企鵝小baby窝在爸爸的肚子下 探出头来 看得大家超级嗨 第一次看到企鵝宝宝的模样 小朋友让爸爸一肩扛上 抢个绝佳位置 每年秋冬繁殖季前 私育员都会准备大小故意的鹅卵石 让公企鵝叼着石头向母企鵝示爱 在一负一期的企鵝世界里 也有钻石横九远专一永流传 雄性的企鵝它会叼一颗 它觉得特别可爱的一颗鹅卵石 送给它喜欢的雌性企鵝 配对成功之后呢 它们两只会一起将它们的巢穴 组得更完善 十月份已经进入到企鵝小宝宝 啄可的阶段咯 这只企鵝的繁殖季节咯 而且很多游客来到企鵝展示区呢 都会发出非常可爱的尖叫声 因为呢 刚好看到企鵝宝宝破壳而出的 那一个瞬间哦 企鵝宝宝负责煮好爱的小窝 还会跟企鵝妈妈轮流复旦 担任起彼此的神队友 一个月后小宝被破蛋而出 都在爸爸妈妈圆滚滚的肚子下取暖 仔细看还会发现企鵝小宝宝探出头来 指爸爸妈妈喂的反出食物 幸福享受天伦之乐 大新闻屏东综合报道